中台小犬远离警报终于解除 不过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带来水气 华联上午也降大雨 接下来几天也有局部较大的雨势 也连带影响7日起的国庆廉价天气 10月9号、10号两天会以东北季风行的天气为主 安排国庆日一早升旗的民众要加点不外套了 才过完中秋廉价好天气 就被中台小犬带来长风好雨的侵袭 尽管中央气象署已在周五解除陆上海上台风警报 不过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 仍有短延迟强降雨发生 廉价第一天周六 花东仍会有局部大雨 民众出门记得攜带雨具 小犬台风就已经离开了 所以整个台风对我们影响并不是很大 但是我们还受到外围影响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所以在台湾这边水气还可能比较多 然后另外值得注意就是8号的时候 就会有一道封面行程 7号、8号的时候 8、9、10的时候封面会影响我们 11、12的时候还是受到东北风的影响 所以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周的温度 其实这一周温度 其实高温都不会太高 大概就在8号星期天的时候 高温会比较高一点点 其他时候高温大概都在29、30度附近徘徊 然后整周看起来天气 大概都不是很好的一个天气 只有在11号的时候 可能天气会比较好一点点 雨下的比较小一点点 值得注意就是低温 目前看起来低温都还蛮低 25度、26度 所以晚上睡觉或是早出晚归的时候 可能会比较感觉到凉意 可能就适时的添加一些博的外套这个情形 周日至下周二封面及东北季风皆需增强 尽管温度不会下降太多 不过也会伴随雨势 初凉的感受会比较明显 一直要到周三开工日天气才会好转 有计划安排国际年假一早出门升旗民众 记得携带保卫套雨具小心感冒着凉 记得讲邦彦华理事报导